我蠻怕高的 但就是站在當下好像有點忘記自己怕高這件事情 他們的那個劇組的安全防護措施都做得非常好 當然是以保護我們的狀況下讓我們表演 只是因為在12樓嗎13樓 就你在那樣的情況下 你這樣往下看的時候還是會覺得心裡有點毛毛的 但因為站在當下好像不會去想到說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不會想到那些事情 而且他真的站在最高的地方我們是不是在綠背景拍 對 你不是在綠Kids裡面拍嗎 就是他把我吐串下去的那個時候 沒有到那麼脹啊 因為我還是可以 我還是平常有習慣做瑜伽跟運動之類的 那可能我比較脹吧 為什麼 但你不是有做瑜伽嗎 之前 對就是我是之前有密集的訓練 我才變得比較正常一點 之前是 我跳舞超詭異的 想看 我覺得我是一個逞強的人 但是我 不傲嬌我撒嬌 就是我五十五刻對大家都可以撒嬌 我就是 好可怕喔 拿水好不好 蛤 所以王子你不會 你不會 撒嬌 我幫我拿水 是不是 我好被噴發 我好被噴發 哈哈哈哈 而且你這樣 喝水之後你這樣還更可愛 哈哈哈哈 幫我拿水 你收不回來是不是 我好像不是走 就是撒嬌路線的耶 我很自閉 什麼樣的 可以自閉一下嗎 就是 基本上如果 像現在這樣結束的話 我就會 躲在一個角落 然後 思考一下 就是 思考一下 等一下晚餐要吃什麼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有了自己的空間 充電完之後 我又可以再跟這個世界接軌 我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好像 單純的聊演技 好與壞這些事情 我反而比較還好 就像是 比如說有些人會說 我喜歡吃這家餐廳 或我不喜歡吃這家餐廳 我覺得這是很 就是很個人的 所以這方面我是還好 但如果有聊到 你剛剛說的 所謂的揣測這件事情的話 我確實 之前有曾經為此很不開心過 但是我覺得說 他往裡也很爛 我覺得 好對 我真的有些東西 會知道這個東西 可能不是滿分的 不是最好的表演 那 確實 我覺得我也在透過 每個作品在學習 什麼樣才叫做表演 所以 也還在磨練 所以我覺得單純評論演技 我還 我不介意 但如果傳測的話 所以我覺得沒必要 姐就是妳的後台 謝謝 我覺得後台 沒事啦 後台硬不硬那個 我覺得導演還好 但我只是覺得 就是硬 8月7號鬼才知道 會在全台上映 不看 好像不能這樣講 欸 我們可能會有那個 被告那個 恐嚇的那個 我 不要上去 對 開玩笑的 8月7號鬼才知道 將會在全台上映 你們不去看 我們晚上就去找 又是一個對不到焦的眼睛 結果大家說 我比較像是你 快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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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不流 就